准备上山了 把带子还有板子 陆续开始往山上拉了 走的山道比较远 所以把工具都用大几个都捆起来 要不跌跌这一道就跌跌掉了 离家太远了 到地方了 走了时间太长了 这一搭车拉的 从早晨到现在都已经中午了 时间真不肯混了 这赶上搬家了 灌瓢盆全整来了 但是得先吃饭了 太饿了 吃饭吧再干活 第二辆四轮的 已经也到位了 山道不好走 主要就离家太远了 开这一道车 实在也太辛苦了 终于到地方了 这是在家拉的板 当铺用 这是最好的了 还宽 而且还平整 上面再铺上背 完美 哎呀 太行 再挪一个 挺好扛的 再挪一个我也能整洞 哎呦 我不行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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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 脖子不是吗 你真多呀 十个 十个 对 一身都看完了 十个 当减肥了 当减肥是吗 这钱 还有几个 可以呀 你怎么这么吃 不用剪子了 还整的可骑着了 哎呀 这技术 像我们今天来 把前几天搭的棚子 这个塑料布 已经给它扣上了 把大米啊 和白面都已经拿来了 这个大铺呢 能碎二十人啊 特别的宽敞 左边十人 右边十人 看 这里边也特别的宽敞 这边呢 有十袋大米 有三袋白面 就是说 这段时间啊 先在山上吃的 但是这些 粮食是不够的 随时吃 随时往山上拿 先把这些先拿来 这边呢 就是厨房了 做饭的地方 这边也扣了一个 简单的棚子 往这边定的案子 就是放点罐 调盆啊 酱油调料什么的 这边呢 就是两个锅 像做饭呢 平常用的水呢 往下走 我手指的下面 那个就有一条河 直接拎河里的水就行 我们就吃那里的水 特别的好 而且这水里还有鱼呢 水可清明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事实呢 就是这么个事实 大概基本都已经完事了 明天啊 预计会到20多人啊 都会上到这个地方来 明天来的时候呢 再把其他的 没拿的东西啊 还有哪个整的 就是不到的地方 再重新再规划一下 因为只有人上来住之后啊 才知道缺什么少什么 现在只是把大概的整了一下 忙活了一天啊 时间过得真快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一定要给我留个关注啊 期待我每天给大家更新视频 看我们在山上这两个月 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拜拜 给我留个关注吧 感谢观看 咱们再次复养了 再次复养了